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把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以为的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踏你所望 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股评 继续可以留言,稍后就会看看大家的问题 我们的金具王,今天又有金具了 看到事件底了吗 不是,他有些比喻,很棒的嘛 雨过后天晨,波子又翻新 波子现在暂时升近6% 对比恒指,3%就足足一个dump 一般来说近期,差不多波幅是恒指的两倍左右 恒指升3%,波子升6% 而现在恒指数最新常报20593点升642点 整间房子上都是,一片就绿色了 全线都做好了,股份 美团升6%,巴巴升8%,比亚迪升6% 京东升7% 招行升7% 学长期升11% 有时间读,很久没有读过这么多 全部都升了,吉利升8% 物质3033,恒生科子,ETF升6% 小米升5% 顺羽光行升12% 又不是很久没有读过 其实这个电话是久不久都大跌 因为大跌,因为大跌,因为大跌 不过闷了一段时间了,终于有一点点 没错,当然啦 今天除了上午跟大家讲一些科技 就是汽车,反弹 当然科技其实就在憧憬 因为内地方面 其实就在举行一些科技的会议 除了很多科技的大老板 有出席去发言等等 包括马化腾,他也有亲自上台发言 就说又要共創,即是共富 又要为社会责任,共创繁荣之类那些东西 当然政治正确的一番言论 另外因为市场就憧憬 刘鹤副总理其实是有参与到 而且会是在会上发言的 所以呢 又就是有一个叫做重量级 有上升压力可以发声的大人物 又有齐晒呢 过往被人打扁那些科技 在会场的时候呢 会不会真的在说 较早前四月底 憧憬的一些放宽的监管呢 这些是憧憬 但到目前为止呢 报道都集中在科技老板的发言身上 就未曾有正式宣布下 有任何监管上面的放宽变动 那他们应该说些东西都很懂得做的了 都经常说的了 总之都非常之配合官方的一些方向去做 加上呢 这个前排上次已经憧憬过了 一些科码会不会松绑 就应该是四月二十九号的 没错 当日呢 就弹到大阳烛 去到五十天线 止一步 那呢 腾讯呢 现在是 腾讯今天也是 今天呢 现在报三百六十六个四 五十天线三百六十七 即是其实现在又上了来的 五十天线 这个一直继续下去的 即是现在的最近参考阻力 其实现在又到了 没错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就大家就看一下信还是不信 如果你问我的话呢 当然 腾讯呢 我都还想去升多一点点 是 因为我都多次和大家说 我会用四月二十九号的收市位 来做一个分水嶺 如果很多是受压在那天 先不计今天其实成交呢 都根本就不及那一天了 那天全市是千六亿成交 现在我想U元呢 加上这八分钟呢 应该是千二左右而已 那成交不算大了 虽然南下都有四十多亿左右 但情况是在于又未到价 成交又没有当日那么大 似乎就没有什么买的原因 唯一今天呢 即是我会看多两眼呢 美团 当日呢 就收一百七十二 现在呢 一百七十三 那首先一百七十元的一个基数底下呢 突破一元就 真是信一成就算了 因为老实真是 真是好似突破的话呢 老实今天一二一一一 那支棍就明显离开了 那如果有这种呢 我会信多一点点 如果一百七十元 只是突破了一元呢 再加成交今天不大呢 还有我经常说 我等的等的就是 基本因素反转 图表你OK了 当然不乐于去见斗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个政策出台呢 好像那个说服力会高一点 但是又真的没有 所以我会继续保持关注 但是未动手 是啊 还有上一次都已经是 没有出台了 但是有些的讲话 放下一些口风 救一救个市 那样呢 当时也有些反弹 今天呢 就这么似 几日前 前几日大声事的翻版 我想他应该是说这个 4月29号 那天再厉害一点 那天未团升一成本 那天未团升多少 那天未团升多少 那天未团暂时 现在只是升高单 是 升五 是 是 但是回到那个位附近 就是你刚才说 是 是 如果你说去想 那政策出台前 或出来就升了 那资金会不会先行一步的话 你都看着这个位先 是啊 那当然政策未出 今晚 鲍威尔都有讲话的 那究竟会如何 又去形容那些 通胀啊 收水步伐啊 怎样移动 那样移动 都会影响外围的那些 那些蓝指科技股 那中概当然都会移动 那又是一些尴尬的时间 加上这边真是 突破不到 交投不到 又外围又有 concern 那所以都是 一动不如一静 那 那 那順便 那里团都看了 都看了阿里 阿里 阿里当然那个反弹幅度 就更加之 就是 蚁 虽然今天单日就升了6.9 但是 只可以赞他 就终于入到那条羊竹 因为他脱了 都 连续都五个交易日 那支羊竹的顶底 报告给大家听 当日开是开8825 收102 那现在纯粹收服了88.25 暂时是在做90.25 那当然 如果真是想去充的 就美团好力一点 但是都不充的话 那就更加都不会去搞阿里 我见到Fion 她都说 是不是等下个礼拜 公布了业绩才买 那巴巴 那会上到什么位 是 如果你博那些超跌反弹 就是我不喜欢博 但是你博超跌反弹 其实就是看上下降轨 一般博超短 那些都是这样做的 那 他就未到的 刚才有些就已经到了 下降轨那里 业绩就老实 你等些什么呢 当然我不是叫你说不等 快点买 不是 业绩一向都一定是义的 就是我都是觉得 业绩好与怀 都很视乎就是 政策 政策未落实的话 再加上业绩都不方好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需要偷步呢 价又未准备 那些竹又未准备 成交又未准备 应该未必会说 特别太大去期望或者衷景 那份业绩 现在这些科网平台的憧憬呢 真的 衷景的政策多些了 影响未来迷惠 你说会不会有些什么突发的事件 影响着它们爆升的 其实真的要政策去配合才会有 是啊 所以科技暂时就是这么多先 跟着就看了一些汽车股 个别都 章幅是有多到的 像刚才所说的 11个百分点 上周都是高单 现在11个百分点 吉利呢 曾经刚才都挨近一成 有个鬼怪点的 那些305 正全升两成 这些旗下有些车款 就说买得好 最便宜 它以前曾经有 当下有段时间炒 内地搞地摊经济 它车尾可以开盖 那些车做得好 但是这些 因为一来就不是我们平时 经常说那些主流的电能车 因为就算现在说车股 老实有传统燃油车 你都不买 都买电能车股 它又不是 而且市值只有38亿 又不荒有北水 交投又不活跃 所以老实这些股份 升这么多都未必去考虑 我见到有行 招行 他发了个点评 他说新能源车下乡的政策 应该是利好宏光mini等等 这些A00A0级的电动车的消费 因为我想它们想到冲击 应该是想 这些汽车下乡 这些最便宜了 你豪车那些是另一个世界 你有补贴 你有补贴才买 应该要贪便宜 是因为最重要的 不是有什么基本面的理好 就是 看看它成交多大 我们现在就 四千万 是的 这么小的成交 其实就比较容易去移动 波动一下 如果说到汽车的板块 一些资金流入方面 今天就看到内地A股那边 是有主力抢卖锂电池 超过六十亿 禁锋利业的淨流入就是居首 几个板块都有 因为其实很主要都是受着 现在解封 上海解封这个消息影响 很主要的就是汽车 半导体 很多的复工 有这样的憧憬 总体来说 暂时就看到 锂电池的抢卖又是超过六十亿 半导体光复就有 主力流入十八点一一亿 和十三点二一亿 禁锋利业就有十七亿 其次的就看到是 招行和比亚迪的这个净流入 分别有六点一五亿 和是四点九七亿 今天都有升七个巴仙 我们今天都看过了 虽然有些流入 但是呢 它就暂时 有时候比如港股 或者其他的股份 或者大市 有些人问一下 有没有转势 这样 暂时来说 还有些距离 没错 至于他的A股002460 在深圳上市的一度涨停 后来在两点钟 稍微升幅收窄 復市之后 最后升8.9个百分点 当然 H股方面 今天的走势暂时 都是单日的升幅为主 就军线各样东西 未得改善 好了 现在四点钟 恒生指数 暂时进入经价时段 升至于六八十五点 两万零五百六十五点 乘加一千一百六十九亿 去到广告 稍后回答问题 好 回来节目时间 看看大家的留言 Ambrose 刚才大家说到 几次前几日 前几日 膽上五十天线 膽上下降轨 掉头 Ambrose说 膽燒不中美感红 我觉得不要太进取 其实 你现在这个测试 你无论做好做担 都没有太进取 还有 不要去到这些下降轨 和去到左翼 就立即猜它一定掉头 其实这些 我觉得不是用来 去猜哪些位置有阻力 而是它升穿的 所以你才去想 是否一些突破向上的讯号 不一定这些位置 是一定掉头的 虽然暂时都未看得太好转 但是 就未必要那么快 去到关键的阻力 就立即去顾它 畢竟是阳烛 而且都有G.I.G.D.H.收 又不用唐臂挡居 我觉得 真的等到 这么一刻有十字星 磨来磨去 去到阻力位 好像再上不到 上影线 很多信号出现 才再来都未迟 Fionne就问 两只内银股哪一只好些 一只就是邮柱行 一只就是建行 什么位置可以入 当然我喜欢邮柱行 邮柱行近这两天都比较厉 就算今天大升市 其实都觉得很格的 进账 当然 军线上有些死亡交叉 出现了 就不算很强 现时下方 它又未使试到 去三月低位 但是 都真是不强 譬如好像今天 大把股份 都整个高单 一成 升幅 其实它暂时 只升了1.5% 有份点 我觉得 你可以抠的就是 抠它不穿 三月份的前低位 5.66 但是 如果你是这样去 贪这些位 就纯粹玩range 博它不要穿 穿了你就止蚀 否则我觉得 不如 稍为做一些反弹样 先吧 譬如较早之前的阳祝 5.92楼上企岛 甚至乎6元楼上企岛 才再算 939的走势轻轻弱些 因为它已经试三月份 低位曾经穿过夏天 但是 玩法也是一样 如果你想炒range 就是现在这些位置 它进入 但一穿就迟走 向上看大台5.9附近 那两只选 我当然选 油柱行会比较好些 好 接着阿B 他就想看一只1310 有货 9.1有货 上网多少 这一只呢 如果近期 大家经常去 现在的市场不太好 看一些收息股的时候 或者是防守型一些 可能拍一拍 未必摆到收到 收息 收益都有8%的 这半年 因为它这些 都不是很大一半的股份 这两天就这样拉升 9.1有货 现在9.5.5 即是突破到9.31 你就可以去看上去 9.5先 今天算是 现在都 如果竞价收到这个位以上 其实都是正式突破到的了 突破到 再再看上一个顶 再看上去 10.2先 慢慢看上去 最重要的是 如果是看着 momentum 就看着8.4 8做防守 跟着 今早中午的时候 有些股份 曾经问过 看看收市的时间如何 华炒过一些IGBT 这个就是时代电器 3898 这只股是有A股 A股是688 187 在上海上市 今天就升6% 香港现在进入竞价时段 升半成左右 去到32.8 如果技术上 当然今天成交就不够 之前的 我曾经中午圈那支大阳烛 那天就很大成交 今天呢 其实呢 若莫德那天的三分一 正在阻止 但是如果从价位上 那他就属于呢 大阳烛之后 休息了10天 不拒绝回调 今天再破少少位 那因为曾经出过一支 一支 阴烛仔 就32.4 那现在呢 竞价时段 就32.6毫半 那有机收得稳 那当然可以挑剔 就是说成交不是这么多 但是呢 如果向上突破呢 就先看 譬如35 跟手呢 如果之前有个低位呢 就大概36 这些位都有机会是阻力的 但是就因为10天线 升穿了50天线 算是一个基本的均线改善 好 那接着 659 阿丽他问 659他就又是已经有Ford 大家近期都很喜欢这些类型 防守类别 那么 7.2毫一有货的上网多少 7.2呢 他正式突破 那我想你是看到 突破那些买入 那企稳7.2 向上也都企稳了50天线以上 上网都下个顶就是7.6毫一先 那他都是 那他都是 那他呢 整个半年的横行底 就是6.9毫一半的了 那你都可以看这些 防守类别的 那就是港铁啦 潜牌啊 Calvin啊 通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刺激 那他都是这样的 就是不会特别因为这样而刺激 但是这一期呢 就比较是受市场喜欢的 就是这些类型的股份 就是防守型啊 公用股里别啊 交通类啊 这样 跟着呢 就都有看到呢 就是7.8.8啦 Ambrose上问 他买了了 而且应该都不是近期的时候 过三成本 想Cut Loss 是不是应该 和在哪里Cut 那当然大家都看到 他在过去这段日子呢 就比较悶了 当然他一早就已经很弱势了 如果你比较半年呢 那他比较有很多股 因为他长期闷而已 他就有些股份是长期跌的 那但其实真的拼不到些什么 尤其是你看 譬如好像 在二月的时候 一度冲到上去 差不多一元 其实想都知道 一元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齐头关散户 都可能血肉长城走货 其实他最重要 就是一个二号六 就是IPO价 不过那些有牌了 都不用说了 那情况是在于 我认为他现时悶 那如果你有好的标的 就换了他 其实随时都换得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说会不会 有很短线的危机 我又觉得不会 你喜欢继续就继续 但是真的赚不到钱 是啊 如果你拥得很久 过三 看看你其实多久之前 开始拥 又不算很久 可能是上年十月 那你拥拥 他都有一个派息 而現价的 都有三厘 看你有沒有其他的需求 Ray說2333長期 剛才看過幾隻車股 這期都動得挺厲害 他11元有貨 想擺一個問定 什麼位置做指示位 如果這裡定定 其實就定不到 因為一般你看這個日線圖 整個就是向下 用我的方法 我就不會買 9.01元做了防守 你定到這裡太遠了 即是這幾天 急升 還有你本身打算去搏短線 你不如看小時圖 小時圖 如果去看會不會有回落 才去想是否要走兩個關口 12.54元和10小時線 10小時線會動 你可以一直推上去 如果他不掉頭再繼續上去 現在最新的10小時線 就是12.096元 暫時 我覺得你如果這一種做法 你本身就是想著 超短線的操作 就是有回落 只賺那種做法 我想你如果這些位置買的話 可能是 跟手 阿芯就說 1910就是新秀麗 他說 午後就回回去 買不買得 新秀麗在我印象中的圖 就橫行了很久 其實無論回不回回去 其實今天都是很窄的波幅 也走不出過去一兩個月 都是這些價位 既然其實長期都走不出這個價位 老實你買來都是多餘的 下方可能比你便宜又怎樣呢 譬如15.02元 給你買到 上方博多少 17.02元 2元 當然你說2元都是錢 但是 你真是捉得進 老實也不需要在現在捉 因為現在剛剛在中間 如果你真的很想玩 這個範圍 覺得在這個範圍 是肯定會在這裏的 你捱近15.02元 才買 現在剛剛中間 其實就沒有直撥率 如果說現在的出行概念股 我覺得比較是 看有沒有動力 應該比較有的 就是293國泰 國泰雖然大家 前陣子就開始有些放寬 但暫時都 我們未見到可以正式開關 不過 它就有這個放寬的炒作油人 還有這期炒油 它又賺到錢 現在 這裏變成它反而是一個 你說這個短期 現在的趨勢 反而是有一點點 向上的趨勢 應該是站著這個 站著7.03元 在那裏盤整完一個 向上的形勢 這樣出來 是呀 跟著也看了 就 2333 三場戲 剛才是指賺位 你怎麼看 先看這裏 其實它就沒有吉利那種橫行 向上突破 但是它就 叫做一路向下行 就有個大彈 之前 14.14這些位 今天就暫時收在 12.78 向上都 約某一個 3左右的水位 大概都可能超過一成 如果升到的話 當然今天成交就很充足 在科技和汽車板塊 看看可否延續到上去 好 我們就剩下一點時間 因為今天是錄債的一個日子 明天就正式去上市 我見到有觀眾想看下錄債的暗盤 這裏 即是長調去按 是 我也是不調 因為這裏需要少少時間 其實就不是很難按出來 但是你應該都不會預期 我未看 但你都不會預期 譬如說太過非常之波動 我們明天再來看看它上市的表現 但這個一般都是修飾 好 今天講到錄債的結果 每人最多可以獲配五手 而且超過19萬人都可以中到五手 將會很快就有些暗盤開出來 我想應該幾塊水應該有的 大家儘管留意著 不是今天啊 未到啊 未到啊 我想你是否想說不買 公佈了結局 公佈了結局 但這裏就沒有見到 19號上市 未曾暗盤 即是明天 你打算說暗盤可不可以買還是買 其實我覺得那個差距應該不會太大 但有些人會問想去博或去職日 不期望太多 不過應該有少少的 不要問我了 是的 我都不好這個 幾百元買馬我都嫌少 是的 就一張馬票 是的 所以我都不太有興趣這個方面了 好了 我們節目時間就到這裏 明天大家可以自己留意一下 明天再見 拜拜